我们的心地就在国际的地域 为我们满满的祝福与南朝 12月31号晚上9点30分 台中教区在主教座堂举办同道协行 与耶稣一起跨年 祈祷祝福礼 以感恩音乐会带着大家向2021年感谢道别 在民工圣体美好祝福中迎向2022年 福音圣乐团团团员们 以格力果圣歌 有一位婴儿为我们诞生了 为音乐会揭开序幕 这个叫不为大家所熟悉的文艺复兴时期 圣乐勇唱 顿时让圣堂里充满祥和 静谧的氛围 一连三首 看 真女要怀孕 将临其大对精 圣因君王 歌声部看似独立 却是前后堆叠如此和谐 让大家莫不屏息静听 沉醉其中 《重送到水道,香卖能 Punch无部剧...》 紧接着 盛彩奇旋乐团指导老师蒋环錦 林带来巴哈大提琴无半奏第一号乐曲——前奏曲 圣母诵 Ave Maria大提琴读奏 低沉柔美乐音 意韵丰厚 更添圣洁安详之气息 在优美旋律不间断中 台中神恩敬拜团队 与圣彩奇全乐团联手 带领全场敬拜赞美 举心感谢天主 并为新的一年一切安好献上祈求 接着苏主教恭请圣体 与圣体浩光中 恭读福音后 苏主教讲道表示 我们已经持续13年了 我们举办跨年的祈祷会 为了就是我们的跨年 我们除了跟我们的亲戚朋友 在一起之外 我们也跟天主在一起 一起来跨年 但是为了基督徒 我们也不认为 我们遇到的考验困难或是疾病 或是疾病 这是不好 我们反而在这样的 在一般人所说的负面的这个经验里面 我们更经验到我们的有限 这些负面的经验会带领我们去还醒自己 也帮助我们更依靠天主 我们最大的渴望 最大的祝福 就是迈上天主的圣爱 生活在天主圣爱的恩宠里面 那我们的基督徒的召叛 就是走向五生 走向这个恩宠 祝福的圆满 就是跟天主圣山同在 享有天主有我们的生命 这就是我们真正的幸福 天主的救恩是为每一个人的 天主也邀请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信仰祂的人 也跟随耶稣称为这个光 光的一个指引者 如同若汉林一样 祂不是那光 但是为祂把光 把耶稣介绍给别人 那这就是我们基督徒 每一个人的使命 那我们也就要今天的祈祷 帮我们个人 帮我们家庭 整个世界的需要 托付给这个降生成长 爱我们的天主 让我们的2022年 是天主恩宠家 恩宠的一年 在送念慈悲串经与世界主教会议祈祷文后 接着举行圣体降福 当苏主教高举圣体浩光 2022年第一个恩宠祝福 伴随着串串摇铃声 与世外此起彼落的烟火声 亮晃晃洒落在每个人的心田 欢喜互到新年快乐 充满主爱恩宠 在祝福中迎向了2022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